接回早幾集的再教育電視 我就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無數這麼多種DNA的排列 原來都是靠四種的核金酸組成 就是那個ACUG 四種不同排列 1、2、3、4、3、2、1、4 排不同組合 就有千變萬化 搞了這麼多生命出來 但是Fundamentally只有四種 而它們之間有一種陰陽粒突的特性 就像LEGO那樣 四種LEGO 一粒一粒的組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所謂千變萬化的生命 其實最後都是一條算式 一條數 有數得計 你計好那條數 你的DNA怎麼排列 基本上你大概是怎樣 所有宇宙之間 真正的universal language 就是數字 而我一起說 《舊約聖經》就是 是精英 累積了它一萬年的故事智慧 而去童話故事化 簡單化 或者是將它以白癡化 這樣而寫成的 《舊約聖經》 我們牽余民族 你要記住 本身 人家以前 是叫我們做Sina S-I-N-A 那我就說這個字本身 解 來自西乃山的人 我們這個族群 本身可以起源自西乃山 就是講《聖經》中十屆的故事 魔西怎樣拿著十屆下來 就是那個年代 他得到Enlightenment 他是得到上天啟蒙的人 然後下來 看到那些愚蠢的民眾 還在崇拜那隻金牛 其實撒旦永遠就是 不信天之人 或者是逆天之人 有趣的是 特朗普最近回歸 回歸的時候 在這個共和黨大會 竟然就做了一個黃金雕像 有很多傳媒都在諷刺 是不是呢 你就是好像 彷彿就是聖經當中那隻金牛 就是那些假神 而撒旦之道永遠是這樣的 他不是說 很多時候不是真的騙你 是要你怨者上調 要你請君入岸 就是你自己這麼笨 說給你聽你都中的 那你就活該 所以這個撒旦之道 亦是我們需要理解和掌握的事 而妹妹 她那個真神回歸的時候 她都是帶著四騎士的 就是那一末日四騎士 我經常說 所以很奇怪地 你就看到 她由創造生命那一刻 又是四重性的東西 毀滅的時候 亦是剛好 又是四重性的東西 如果有看曹操正傳 你就知道 那些道教 中皇太一 又跟我們牽原民族 有千絲萬能的關係 又是我們始祖之一 可以這麼說 太極生兩兒 兩兒生四象 說的東西 其實明明是暗合的 而你就知道 易經那些東西 其實也是在計算變化 那些八卦那些 嘗試將 明明中大自然 變化那些 Random 其實是嘗試計算出來的 但當然 留得到民間 那些全部都是流料 垃圾 浪費你時間而已 即是你太深入鑽研 其實沒什麼用的 唯有是在鑽研當中 一種好像智慧訓練 來得到一些啟法 即是要自己走一條新路出來 而不是衣書直說 因為真的好像在金庸 那些武俠小說 他們故意將那些神功 調轉來寫 或者改了幾句 練習到你走火 那麼為止 但是 即是你看到 古往今來 有智慧者 得到天的啟蒙 Enlightened的人 殊途同歸 他們都是 在他們的時代 嘗試去理解 在這一個天道 另外一方面 三條六 六六六就是 Number of the beast 就是這個 撒旦的 就是一個記號 這樣 其實也是 很合理的 即是 我現在 親身經歷過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就是這樣 就是 譬如說 關於撒旦左翼 總之這群無天的 無天的人 他們 他們就會跟六六六 勾上關係 包括很多 我們有些人 經常見到 但是 基本上 完全是左腦的人 譬如 經常見到 極可能 就是上天 不停被釋路 告訴你 為你開發一下 你的靈性 那些人 通常告訴我 靈性 從來都沒有開發過 正所謂 海立百川 有庸為大 如果我們就要成就大事 更加是 包容性 所以兩邊的力量 當然 都是視乎 情況 而為我所用 左右腦完全開發 創造和破壞之力 完全集於一身 不停遊走 兩者之間 而保持平衡 這樣 才有機會成為 天人合一的境界 例如 你會經常收到 上天對你的啟示 而你又可以有 足夠的聰明智慧 去正當解讀 合理地解讀 因為很多人收到訊號 但是不懂得解讀 解釋錯 我們有很多會員 有這樣的經歷 但是 把訊號給了他 他不懂得知道為什麼 或者運無所覺 說到尾 這些東西 其實很講 你的personal touch personal的誤性 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你是 特別是其他人說的 你不要信十足 譬如他說 買股票看到 你聽聽聽 當然 因為這些東西很容易 你photoshop 可以 或者是 自己教個鬧鐘 每天拍著個鐘 四條一 即whatever 這些東西 你自己personal 你自己 你自己 會有感悟 是你有那個緣分 你有那個誤性 你比較聰明 你自己會 是吧 有感覺 大哥 那個是你的人生 你內心深處 最深處 最深處的 靈魂深處的想法 是你才知道的 所以你問其他人 其實有時候都覺得 很提笑皆非 但是 香港這些是差很多 因為你太過嚴重地 碩士森林化 是吧 全面部高樓大廈 周圍都是那些 EM waves 所有都是那些 電波訊號 是吧 總之你會搞到 在香港 你零星極有限 你不可以的 因為那個環境 有氛圍 人又多到這樣 這麼多雜音 你如果靈性這麼高的人 可能早就在香港 就瘋了事 我告訴你 因為你可能 收到很多不同人的訊號 或者人家的情感情緒 又影響你 你這麼多人 逼沙甸魚 你不想? 神經病 所以就算在精神的層面上 我都希望你走出去 密度這麼高 特別你那些水慶星座 天蠍 巨蟹 雙魚 那些人 其實你 為什麼很多時候 你需要收到自己呢? 很多時候 交借一排 你要收到自己 消失一排 因為你是需要的 因為你太多雜訊 進去你那裡 真的 其實你靈性高的人 你是受不了信的 因為 思想污染你 因為他們 他們這麼俗 他們全部都是喪屍 你看到他們 很討厭他們才對 覺得他們好像蛇蟲 你很討厭他們 你很討厭 全身不聚財才對 說真的 就等於扔了你 亂葬崗 那些屍體已經腐爛了 發臭 烏鷹 你怎麼會舒服呢? 你身處香港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對吧? 隨時好像想打喪屍 周圍 大開殺界 大開殺界 不大的 有 table 你跑得來